吕良英雄传 第55回 出火坑投名气暗 听讲话悔恨交加 民兵们没枪的 每人发了一支背上 压着伪军俘虏 谈谈笑笑向康家寨回来 一路上 只见每个路口上 山顶上 都有自卫队拿着红鹰枪 手榴弹放哨 他们已经知道了打胜仗的消息 见民兵们压着俘虏过来 都笑嘻嘻地打招呼 民兵们压着俘虏进了村 全村的妇女儿童都出来 欢迎他们 指手画脚地称赞 民兵们看到村里人 这种敬佩的眼色 感到十分荣誉 胸膛挺起 步子也走得格外精神起来 快到村公所门口时 先派回来闹饭的 李友红河农会秘书张勤孝 李村长迎面走来 说道 同志们辛苦了 饭都准备好了 先到村公所院里休息一阵 接着李友红走到雷石柱跟前 低声说 动员做饭好难呀 谁家也不愿给伪军做饭 还是农会秘书和李村长到各家做了解释工作 才把大家的思想说服开 说着大家进了村公所 院里摆着四五张桌子放着好几桶开水 李村长通讯员书记笑嘻嘻的好像半喜事似的跑进跑出让俘虏们休息喝水洗脸 张有意又把那天得的几何日本纸烟拿出来散给俘虏们抽 不一阵门外涌进一群妇女娃娃来提罐子的端盒子的都送饭来了这家是白面条那家是白面片盆盆罐罐摆下几桌子 民兵们招呼俘虏们吃一碗碗的给咬 正吃时村主任周毛淡怀里抱着两颗大西瓜进来 他挤开妇女娃娃们高声说道我正哥鼓里听说你们又打了胜仗 嗨这是我保存下的两颗瓜为劳民兵们吃吧 他把西瓜放在桌上用袖口擦着满头的汗 忽然看见桌子周围坐着一片穿草绿色衣裳的伪军民兵们招待吃饭 马上变了脸色撅起胡子粗声粗气的说这是怎么了 汉奸们杀人抢人有了功了 我们的饭喂了狗还能照门礼 站在周围的妇女娃娃本来给伪军们做饭就不情愿 听他这么一说也都嚷开了 康大婶说他们都是咱中国人为什么跟上鬼子欺误自己人 没良心的东西 康明李老婆也骂起来急得吴秀英过去拉了他几把才不说了 俘虏们听着都羞得低下了头脸红到耳根后边 这时二先生上前来说君子以德抱怨咱八路君是以德服人吗 再说他们也是出于无奈要是咱们叫敌人抓走还不是一样要给人家办事 周毛旦老汉把头一偏眼瞪起说为什么要给敌人办事 哼老子杀他们几个才痛快里 李村长见众人嚷吵不停赶忙解释说这些伪军当兵的并不都是死心塌地当汉奸 原先也都是咱们老百姓的好子弟都是被敌人强抓去逼着干的 他们在那里也一样受日本人和大汉奸的压迫 有的家里人也被敌人杀了和咱们一样受过敌人的害 大家正聚精会神的听村长讲话 伪军们里面有人呜呜的哭起来 马上人们都回过头去看见那个哭了的伪军是个黑大个子 方脸盘约有三十来年纪 有几个伪军在旁边劝道别伤心了 这下咱们跳出了火坑要报仇可不难了 这人叫王战彪在伪军里当着班长老家是山东 以前在济南靠拉洋车养活母亲和妹妹 日本打来那年他引着母亲和妹妹从省城逃了出来 出城走了不远就被日本兵捉住了 妹妹被强奸死母亲气得跳了河 她便被拉去当了伪军糊糊涂涂过了几年 刚才听了李村长那一番话 不由的想起了以前的事痛心的哭了起来 他站起来试着泪对众人说 刚才村长先生讲得对 我们也是叫日本人杀了父母兄弟受够压迫的人呀 接着便把他妹妹和母亲的死 当伪军受压迫的情形哭絮了一遍 周围的妇女们听得都眼圈湿了 周毛但老汉的气也早消了 笑着对伪军俘虏们说 嗨 这又是我老汉说话粗 不要见怪 嗯 再抱两颗西瓜来大家吃 说吧便急急走了 老五过来向伪军俘虏们说道 那老汉是个心直口快的人 不知道你们的苦处 大家不必见怪难受 但是你们过去也不对 不该跟上敌人遭害老百姓 老百姓受尽了敌人的害 实在也是恨得不行 伪军们有的说 我们并不是怪那老人家 人家说的也是实情话 将心比心嘛 谁没个人心 实在是我们从前做的事 太对不住人了 二先生又插上话说道 知过改过 为国立功 将来还可成动粮之财 众人也一起劝说 开岛 伪军俘虏们这才安静下来 继续吃饭 周毛但又抱来了两颗西瓜 亲自切开 叫俘虏们吃 伪军们感动得无话可讲 接着又有几家 送来好多红枣果子 老五一面招呼 一面又对俘虏们说道 大家愿意回家的 我们给发路费换便衣 愿意参加抗日工作的 留下送到后方去学习一个时期 大家愿意干不愿干 绝不勉强 伪军们乱纷纷地说开了 这个说 咱是罪人 参加抗日要立点功劳赎罪 那个道 日本人杀了我妈 非参加八路军报仇不可 一个大个子山东人说 以前想开小差都没法子 好容易出了火坑 哪个还想回家去呢 另一个河南口音的说道 家都是敌人站的地方 回去干啥礼 抓住又是当伪军 老五怕他们不敢说心里的话 又解释了半天 并一个一个征求了意见 一致要求参加抗日 戴罪立功 满院子的人鼓掌欢迎 康明里兴奋地跳到桌子上 伸着胳膊喊道 欢迎伪军弟兄们 回到祖国怀抱里来 参加抗日是最光荣的 全院的人都跟着大声喊 这时 康有父爷挤在人群中 跟着喊口号 一面却用袖子偷偷地擦眼泪 他看到伪军们 都这样热烈地要求参加抗日 自己过去却做了好多 破坏抗日的事 心中十分难受 又怕别人看见 便低着头溜走了 忽然刚才那个叫王战彪的 伪军站起来说 我现在不参加八路军 我还要回去当伪军去 马上所有人的眼光 都转到他身上 有几个俘虏 围住他说道 王战彪 你还想跟上日本人 做丧天良的事吗 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国人呀 先前那个山东口音的 俘虏气愤地说 奶奶孙 人家是班长 丢不下那个芝麻官吗 老五芒说 大家不要这样讲 八路军不强迫人参加 这一位既是没想开 要回去还是可以的 只见王战彪急得头上 抱起青筋满脸的肉都在抽动 跑过去拉住老五的手 牵着到了房里 对住老五的脸 声音很沉痛地说 日本人害得我全家失散 我以前还以为咱中国全成了日本人的天下 这仇报不成了 不想今天看见咱八路军民兵坚持抗战 中国还亡不了 我也要报我的仇 只要同志们平信得过 放我回去 姓王的不是没有良心的人 不为国力典功劳不算个人 要是我变了心 再抓出来剁成肉泥 老五见他说得很诚恳 沉思了一刻 就问他回去是不是有人会怀疑他 王战彪说 不怕 我就说半路上偷跑回来的 他们一定会相信我 因为那个小队长杨德和我是败霸子弟兄 老五又顺便打听心在汉的情形 王战彪说他就在杨德手下当兵 老五没有漏心在汉的关系 并假意说 那人是这村里的 你回去了劝他少做点坏事 两个人谈完 老五连忙派了一个民兵 把他送出警戒线放回去了 自己便带了康有夫十几个民兵 往区上送俘虏去了 请不吝点赞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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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I可 辞订贤的